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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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铁骑八百玉林户齐左右 场面微微壮观 女娲宫殿于华丽 楼阁风龙 赵王上大殿 尽相完毕 四下观望 忽然一阵狂风刮来 卷起殿上漫杖 献出女娲圣像 只见眼前的女子容貌端丽 锐彩偏仙 国色天资 宛然如生 赵王见到圣像 不禁神魂飘荡 心想自己虽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但三宫六院里 竟没见过如此绝色的美女 碎起了银心 赵王身润子豪 提笔在行宫粉壁上 做事一手 凤鸾宝 杖景飞长 尽是泥巾 巧样装 曲曲远山飞翠色 翩翩舞秀映霞上 梨花带雨争娇艳 勺要笼烟惩媚妆 但得妖娆能举动 取回常乐氏君王 见咒王 静坐银师亵渎圣明 宰相商荣 芒上前进剑 劝咒王命人用水洗掉 咒王不屑的说 朕看女娲之戎 有绝世之姿 因作诗已赞美之 岂有他意 情无多言 言罢回朝 文武百官见状 也不敢再开口劝阻 女娲娘娘朝贺福西 炎帝宣元三圣而回 夏青鸾走进宝殿 猛一抬头 看见墙上的诗句 大怒道 因寿无道昏君 吟师谢我 甚是可恶 若不与她个报应 不见我的灵感 娘娘急患陛侠童子 驾青鸾往昭歌而来 却说二位皇子殷骄 殷红参业父王 此时二人向上两道 红光冲天 挡住娘娘云露 望下一看 知咒王尚有二十年气韵 只得暂回行宫 女娲幻彩云童子 取来一斤葫芦 放在丹池前 揭去掳盖 用手一指 历时一道 白光飞射出来 白光之上 悬出一手帆 明日招妖帆 不一会儿 悲风萨萨 阴云四合 风过树阵 天下群妖都聚集到了 女娲宫听后法旨 娘娘让各处妖魔接退 只留下了 轩辕坟中三妖 千年狐狸精 九头雏鸡精 和玉石琵琶精 娘娘说 三妖听无秘指 承汤忘气黯然 当师天下 奉明齐山 西周以生圣主 天意已定 气数使然 你三妖可引齐妖行 脱身公愿 祸乱军心 四五王伐咒 以助成功 不可残害众生 事成之后 使你等一成正果 三妖叩头谢恩 化清风而去 咒王进香后 对女娲念念不忘 朝思暮想 寝时难安 对三宫六院不堪地势 整日郁郁不乐 天下将危 坚硬当道 咒王的宠臣 费重剑撞上奏 鼓动其船指四路诸侯 令每一阵选美女百名 以冲王庭 咒王庭后大悦 决定次日早朝 遍疆法旨 第二天早朝 咒王登殿 出奏及班旨 海选嘉丽 话音未落 老臣商荣 劝阻圣上以江山设计为重 不可沉迷于美色 咒王听闭 沉思良久 最终收回了 玄美的旨意 咒王八年下 天下四大诸侯 率领八百镇 朝晋于商 此时太师文重 不在都城 宠臣废重 游魂把持朝政 各诸侯都知道 这二人擅权作威 于是分分会之一礼 冀州侯苏护刚之不阿 不安此道 没有送礼物 废游二人 从此怀恨在心 咒王面见四大诸侯后 龙岩大岳 在汴殿召见 废众游魂二人 重提令四大诸侯 尽献美女之事 二人巧言相劝 借口复刑辞职 恐失信于民 遂将苏护之女 推荐给咒王 咒王大岳 急命人宣苏护进见 苏护随使臣 来到龙德殿 面见咒王 本以为是被召来商议国事 谁料想被咒王告知 想要其独女 选择后宫 便断然回绝 并规劝咒王 留心帮本 正心修身 力斩产于小人 咒王大笑道 轻言 甚不安大体 从古至今 谁不愿女做门媒 旷女为后妃 贵敌天子 轻为皇亲国戚 贺义显荣 赎过于此 轻勿迷惑 当自财神 咒王听苏护之言 勃然大怒 命随使官拿出五门正法 费众游魂上前 劝阻咒王说 陛下阴选其女 以致得罪 使天下闻之 道陛下清贤重色 若放苏护 笔赶陛下不杀之恩 自然将此女 尽贡功为 咒王闻言 怒气渐消 遂准奏 苏护辞朝回到一庭 众家将迎见慰问 纷纷打听晋朝有何大事商议 苏护怒陈朝中遭遇 并向朱家 将讨一粮策 众人听罢 也恨咒王 贪色昏庸 宠信宁臣 便鼓动苏护自首一国 永不朝商 苏护一时兴起 听从众议 在五门墙上提下反尸 后帅领家将进出昭歌 咒王见苏护当面折政一番 虽准费由二人所奏 仍担心苏护不肯将女进贡身攻 正愁出不悦 由五门内臣来报说 苏护在五门提了反尸 咒王大怒 鲁雄等朝见 咒王说 苏护反商 提示五门 慎辱朝纲 清等统人马 二十万为先锋 朕亲帅六师 以生其罪 鲁雄听罢 低手暗思 苏护乃忠良之事 何能做此逆事 其中定有原因 鲁雄劝咒王 不必御驾亲征 可趁四大诸侯聚在都城 点一二路征伐 咒王应允 问四大诸侯 谁可出征 费重推举 北伯侯崇侯湖 鲁雄心详 崇侯湖乃滩 比报横之夫 提兵远征 所经地方 百姓必遭残害 于是 向咒王推举 速以仁德信义 著称的西伯侯姬昌 咒王于是应允 二伯侯共同出征 四镇诸侯 正与丞相聚宴 胡听有人来报 旨意下 西伯侯 北伯侯接旨 二侯听过旨意 谢恩平身 鲁昌对苏户为人 非常了解 对其提反式一事 一律重重 于是情勇相比 甘查明其详 崇侯湖对鲁昌的一律 甚为不满 二人争论起来 鲁昌让崇侯湖 领兵先行 自己暂时回西齐 而后领兵续尽 苏户料想咒王 并不会放过自己 回到冀州 立刻部署防务 做好了应敌的准备 崇侯湖率领五万人马 离了昭哥 不几日便到达济州 并在附近安营 苏户府内探视来报说 北伯侯崇侯湖已到济州 苏户之旗向来大行不道 惹得离数不安 便决定不与其理论 直接出兵 为百姓除害 众将听令 各种军器出城 一声炮响 杀声震天 城门开出 将军马一字排开 探视官飞马进报 崇侯虎传令整点人马 不一会儿 只见门旗开出 崇侯虎头顶飞凤盔 身穿金甲 坐逍遥马 两侧斩龙凤秀旗 统领重将出营 后有长子崇英镖压阵 俗户一见 再马上欠身道 贤侯别来无恙 不采贾咒在身 不能全理 金天子无道 荒淫酒色 不久将天下变乱 不采自首此将 贤侯何故 兴此无名之师 崇侯虎闻言 大怒道 你忤逆天子赵旨 提反师于武门 金上敢巧语之武 左右谁与我擒此逆贼 言未了 一将应声出炼 原来是偏将梅武 这项苏拳中 也纵马遥挤 前来应战 二人你一挤 我一服 大战二十回合 梅武终不敌拳中 在震天的锣鼓声中 被赐于马下 苏护剑爱子得胜 传令雷鼓 冀州大将赵炳 陈继真纵马轮刀杀来 只杀的尸横遍野 血剑成躯 不多时 崇侯虎带领大将金奎 黄元祭崇应标且战且走 败至十里之外 苏护传令明金收兵 回到帅府 苏护和家将商议 下一步的对策 副将赵炳建议 先偷袭崇侯虎虎 杀他个片甲不留 然后再做打算 苏护听后 点头称赞 于是让儿子拳中 带领三千人马 从西门出去 在吴港镇埋伏 权中领命走后 陈继真领兵攻左营 赵炳领兵攻右营 苏护自己领兵攻中营 这时正是黄昏 苏护人马暗中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崇侯虎这边打了败仗 正闷闷不乐 大将黄元祭安慰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 等到西伯侯大兵来了 我们再打冀州就容易了 侯虎听了很高兴 便和将士们一起畅饮起来 时至出羹 号炮点起 劫营行动开始 煞食一片喊杀之声 只见众将士 人人奋勇向前 一起冲向大营 捉拿崇侯虎 崇侯虎听到喊杀声 冲出营帐 正遇见苏护率领人马 静止冲来 只见他金色盔甲 身披大红袍 腰记玉树带 骑着青葱麻 手握火龙枪 崇侯虎连忙应战 崇侯虎的长子 英镖带领金魁 黄元祭来帮助父亲 四人围攻苏护 一时间场面非常混乱 苏护的冀州人马 骁勇善战 侯虎见自己队伍 渐渐抵抗不住 便狼狈地逃跑了 苏护带领冀州人马 追了二十多里后 才下令收兵 得胜返回冀州 败退路上 崇侯虎非常懊恼 对重将说 我自带兵以来就没有输过 现在却让苏护这贼占了便宜 这仇一定要报 那个西伯侯鸡昌 却像没事一样 看咱们的笑话 真是可恨 长子英镖建议父亲 先按兵不动 然后催西伯侯起兵前来接应 再做打算 侯虎同意了 正在这个时候 前方忽然一声炮响 喊杀连天 只听有人喊道 崇侯虎快快下马受死 崇侯虎父子连忙向前看 来了一个相貌十分俊朗少年 原来是苏护的儿子苏全忠 苏全忠吼道 崇侯虎 我在这里等你多时了 赶快投降受死吧 崇侯虎大怒道 你父子反抗朝廷 犯下弥天大罪 西伯侯军队一道 你们父子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 崇侯虎一声令下 只见黄元祭纵马提刀 直奔苏全忠杀来 全忠持己应战 二将打了半天 不分胜负 见全忠武艺高强 崇侯虎父子一起上阵 然而 全忠丝毫没有畏惧 依然神威抖擞 众人打敌天昏地暗 几个回合过后 全忠灵机一动 故意暴露出破绽 趁机一击 把崇侯虎的护腿金甲 挑去了下半边 崇侯虎大惊失色 忙驾马逃走 崇应标见父亲败下阵 也慌了手脚 一步留神被全忠一击刺中左臂 瞬间斜染战袍 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将士们赶忙上前 驾驻仓皇逃走 全忠想要城市追赶 又担心黑夜追赶不变 值得带领人马回城 天色渐渐放亮 苏护得知长子 拳忠得胜归来 兴冲冲上前询问 拳忠达到 按照父亲命令 孩儿在武港镇埋伏 伤了崇侯虎父子 只是当时深夜不敢继续追 所以撤兵回来 苏护听后 怅然若失 崇侯虎父子一路奔逃 人困马乏 侯虎心中大为不快 黄元纪上前对崇侯虎说 应该催促西伯侯快点调兵潜将 说话间 前方出现一路人马 浩浩荡荡而来 崇侯虎不知道哪里的兵马 吓得魂不附体 只见一员大将 面色发黑 两道白眉 眼如金肚 身穿大红袍 其火眼金金兽 手持两把战金服 侯虎仔细辨认 原来是兄弟崇黑虎 崇侯虎性冲冲弯腰道谢 真是劳烦弟弟长途跋涉 黑虎忙扶住兄长 信誓旦旦的说 弟弟这次与你兵河一处 一定能攻下冀州 两路人马会合一处 黑虎的飞虎兵在前面 后面跟着刚刚败退下来的人马 重新回到冀州城下那喊叫阵 俗虎闻讯 低头默默无语 很久才问黑虎武艺精通 重将都不是他的对手 怎么应对呢 苏护长子上前请求道 父亲不要长他人锐气 灭自己威风 我这次出马 不生擒黑虎 绝对不回来见父亲 苏护劝道 你年少自负 若有闪失 后悔完疑 拳中出府门 翻身上马 穿过城门 来到两军阵前 力声高叫 探马的 去向你家大帅报告 让重黑虎出来与我答话 拦骑急忙 向军中两位主帅报 外面有苏拳中讨战 黑虎暗袭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给苏护解围 以成全我们的友情 黑虎命令左右准备好做齐 出迎见拳中 黑虎道 拳中贤侄 回去请你父亲出来 我有话跟他说 拳中年幼气盛 不安是体 大声道 重黑虎 我和你事不良力 我父亲跟你没有什么交情 你快点退兵 就饶你性命 不然毁之玩意 黑虎非常生气 纵受奔向拳中 两人一场恶战 打得难解难分 拳中功夫不错 腾挪闪转 收放迅速 使尽平生精力 把黑虎杀得一身冷汗 黑虎惊叹 苏护这个儿子果然厉害 真是将门胡子 于是徐晃一招 拨兽便走 拳中不肯放弃 急忙追赶 黑虎忙把脊梁上的红葫芦接去 念念有词 一道黑烟冒出 化开网罗 遮天蔽日 飞来无数只铁嘴神鹰 张口就啄 苏权中的马 被神鹰啄伤了眼睛 惊跳起来 权中跌落马下 铠甲离安 散落金关 被黑虎擒货 苏权中被推到帐前 利而不贵 猴虎大骂 贼子 前天晚上那样英雄 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拉出去斩首示众 权中道 你们一般奸贼 蛊惑圣上 盛汤鸡叶就要断送在你们的手上 我恨不能吃你们的肉 喝你们的血 黑虎劝阻道 苏护父子是朝廷重犯 将他们压介昭哥 再进行处置 况且 苏护有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儿 一日圣上赦免苏家罪过 那时岂不是要归罪于咱们兄弟 暂且把他囚禁在后营 后虎道 兄弟此言极是 只是便宜了他 也罢 先传令下去 给二爷设宴 庆贺得胜归来 这乡 苏护在府上得知爱子被擒 心痛不已 自语道 强敌压境 一日兵败 我们苏是一门 再也没脸面对世人 不如先将妻女杀死 我再自行了断 说完 苏护气冲冲拿着剑走到后厅 恰和女儿打击 撞个正着 苏护看见自己的亲生女儿笑脸盈盈 微土朱唇 心中一软 含泪道 就是因为你 权中被擒 城也即将被攻破 苏家要遭灭顶之灾了 正在苏护感叹间 听见左右在敲击云板 是虫黑虎在城外叫战 苏护忙回到前厅堂 只见众人低头不语 与此同时 苏护急令众将士上城楼 准备好剑奴 架起信炮 滚木类石等作战兵器 等待对方的进攻 城下黑虎暗详 苏兄你出来与我商议 我们方可退兵 为何拒我出战 没有办法 只得回营 冀州四门紧闭 苏护在城内一筹莫展 正苦恼的时候 忽然听来报 独粮官正伦在外面等候 苏护便叫他进来 正伦向苏护行礼道 末将听说主公起兵反咒 崇侯虎奉旨征逃 我兴夜兼程赶到 不知道现在战况怎么样 苏护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给正伦 最后悲伤的说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们众将可以收拾行装 投靠其他诸侯 正伦大叫道 主公 您这是怎么了 就算是天下的诸侯都来攻城 我正伦也不会放在眼里 何况我自幼跟随您 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正伦说完 暗处翻身 骑兽出城 行至两军镇前 黑虎调本部三千精兵前来应战 见眼前已有正伦的一簇人马 似一片乌云压来 那正伦面如紫藻 金锁甲 玉树带 手中挥舞降魔除 黑虎道 冀州来将通报明信 对方道 冀州崔梁官正伦 赶快献出我主的儿子 如果敢说半个不字 让你粉身碎骨 黑虎道 逆贼敢出此狂言 说着池府 只取正伦 只见两兽相迎 一场大战 只杀得红云惨惨 白雾飞飞 两个棋逢对手 将语良才 打得难解难分 正伦见虫黑虎脊背 有一红葫芦 心想这必是主公说的一术了 我要先下手围墙 正伦将手中处 在空中一晃 后边手拿挠钩 横托铁锁的三千乌鸦兵 一声大喊 飞云闪电般冲过来 黑虎看着秦人之状 不知所措 只见正伦鼻翘中 哼的一声响 两道白光 仿若西人魂魄般 喷泊而出 黑虎眼前一片昏黄 开甲离安 虫黑虎被压到府上 苏护亲自解开 捆他的绳索 跪下说 正伦不安是体 冒犯了 黑虎急忙扶起 苏护道 人兄与我有结拜的交情 现在被你的部下擒货 实在是既不如人 惭愧惭愧 黑虎被请到上座 道 我这次来是为你解围 哪知道令郎刚强 不肯进城 请你答话 这才把他擒回后营 苏护盲说 此得此情 不敢忘怀 再说 崇侯虎听到兄弟被擒 惊讶万分 这时探马报说西伯侯 差遣官员前来 侯虎心里不悦 西伯侯特使 散一声束缚脚带 来到帐前行礼 背指散一声拜见军侯 侯虎说 你主公为什么还不出兵来攻打冀州 违反朝廷旨意 散一声道 兵器士兄的征兆 我们君主不得已才会用兵 县主公差我附苏营 下达一封书信 来平息战事 使苏护进县女儿 双方避免动用武力 侯虎无奈应允 派人护送随王 一声来到苏护府内 将锦囊里的书信 献给苏护 苏护看后 许久没有说话 只是点头 一声道 这是我主公一片好意 如不答应再调人马 以避免三军及百姓的劳苦 苏护对黑虎道 西伯侯在信里分析利弊 劝我以国家宗室为众 献出女儿 确实有道理 如果是为国为民 才是仁义的君子 第二天 苏护给西伯侯回复了收信 并且赠送金箔 让一声先回西齐 一声拜祠而去 事已至此 危机得以缓解 虫黑虎心下释然 催促苏护早些 将女儿送进昭歌 也好放拳中回城 苏护谢过黑虎 将其送出城外 请求快些 放拳中回城 黑虎应允 虫黑虎回到猴虎行营 虫猴虎赶忙设宴招待 席间猴虎问道 昨天西伯侯派散一生来我这里 说苏护决定把女儿送到大王那里去 如今贤弟回来 一定知道苏护那里的详细情况 黑虎高声道 长兄 苏护反商 你不惜代价攻打他们 可如今你的五万大军 还不如人家西伯侯积昌一封信 难道不觉羞愧吗 猴虎漠然无语 次日便收拾人马 回到本国去了 猴虎走后 黑虎又下令释放苏泉忠 随后 自己也返回曹州 泉忠平安回到冀州 苏护道 西伯侯给我的那封信 真是救了我苏家呀 君臣之义重于一切 如今别无他法 只能将你妹子送进昭歌 面君赎罪 进入内庭 苏护把西伯侯来信 劝他带上女儿进巢的事情 告诉了夫人杨氏 杨氏一听悲痛难当 第二天 苏护召集人马 准备启程 打几宁死不从 左右仆人苦苦劝说 才勉强梳妆打扮 拜别母亲 掌兄 含泪上车 苏护聚集了三千人马 五百家将 动身启程 一路上护送打击 向昭歌前进 几天后 大队人马就来到了恩州 恩州的一城迎接众人 苏护让一城收拾厅堂 安顿小姐休息 谁知一城道 这地方三年前出现一妖精 只要有大人老爷路过这里 都不在厅堂安歇 让小姐在行营歇息吧 不知老爷意下如何 苏护大喝道 天子贵人 还怕什么鬼神 你们明明有厅堂 怎么可以让小姐睡在行营呢 快去打扫厅堂 不要耽搁了犯下罪过 一城不敢争辩 忙叫人打扫妥当 苏护将打击安置在后面厅堂里 三千人马都驻扎在恩州一四周 五百家将都驻扎在管义门口 苏护在厅堂坐下 将一根报尾边放在岸桌旁边 使人点上蜡烛 在灯下翻看兵书 心想 这是皇家招待来往官员的地方 又是人烟聚集的场所 哪能有妖怪 不过不可不防 不久城谷敲响 已是一更十分 苏护提鞭悄悄来到后堂 左右房间看了一遍 朱仆人和小姐早已睡下 这才放心 又回到厅中继续看书 到了三更十分 胡听一阵风响 卷起瑟瑟寒意 冰冷入骨 只见这一阵阴风将灯吹灭 瞬间又恢复了明亮 苏护被这阵阴风吹得毛骨悚然 苏护正在疑惑 忽然听到后厅仆人一声喊叫 有妖精来了 苏护急忙提起暴尾边 持灯向后厅跑去 谁知刚刚离开大厅 手中的灯已被腰风扑灭 苏护急忙转身 再次回到大厅 叫仆人取来灯火 赶到后厅 只见仆人都是一副慌张无措的样子 苏护来到打几床前 用手接起漫障问道 女儿 刚才有一阵妖风 你看到了吗 达急答道 孩儿梦中听见下人 喊叫妖精来了 又看见了一束灯光 原来是爹爹来了 苏护这才放下心 谁知这个和苏护答话的 已经不是达急 而是戒体成形的千年狐狸 刚才灯灭的时候 达急魂魄 早已被狐狸吸去 已经死去了 苏护不明真相 却还在暗自庆幸道 幸亏没有惊动打击 多亏天地祖宗保佑 不然又是欺君之罪 无法跟大王交代了 苏护不敢安寝 寻世了一晚 就这样等到天明 带众人马离开了恩州义 前往昭哥 昭哥亭内 昭王得知苏护同意献出女儿 虽然很是得意 但一想起 他叛离昭哥的举动 仍然难掩怒涩 费重症因苏护 没有敬献礼物 怠慢了自己而恼怒 见状便乘机上奏 请求严惩苏护 次日上朝 天子宣苏护上殿 只见苏护身穿 犯官之服 跪下请罪 咒王赤道 罪臣苏护 你在五门体反尸 崇侯虎带兵 向你问罪 你还顽固抵抗 你有什么好说的 下令将苏护斩首 话音刚落 首相商戎出来 为苏护求情道 苏护反商 理当正法 但是如今苏护 也算是遵守了王法 把女儿送来 昭哥向大王请罪 情有可原 一番话说的 咒王犹豫不定 此时 费重出来说道 陛下宣苏护之女 打几朝剑 如果他容貌出众 又懂规矩 陛下再赦免 疏忽的罪过 如不能让圣上满意 可怜同女儿 斩鱼皆是 赵王点头同意 于是宣打几近见 打几盛装进五门 至九间店 高举着雅虎 尽力下败 赵王定睛观看 见乌云垂鬓 性怜陶塞 娇柔柳腰 双弯眉目 朱唇似一点樱桃 眼角里送的是 娇滴滴万种风情 真如仙女一般 赵王立刻就被迷住了魂魄 不知如何是好 赵王下令让公妃 扶打几近寿先攻 又盲涉疏忽满门无罪 还驾风领赏 两班文武 见天子这等爱色 都不高兴 无奈天子起 驾回宫 只得作罢 自从打几进攻 赵王在寿先攻 朝朝艳乐 夜夜欢愉 数月不离朝政 渐渐的国事荒废 上书的奏折堆积如山 引来各路诸侯和朝廷大臣的不满 承汤江山不绝 已岌岌可危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会